光复相待会在主席廖一军代理发想之下 今年岁末年终办理地方座谈会中 第一次举办伪压参序 县议会议长张俊 机关首长民意代表和各村村长 社团干部等人共去一堂联谊交流 现场还有超过50个摸彩品 让大家来抽奖 气氛非常热闹 光复相待会地方座谈会 欢迎县议会议长张俊 乡长林青水县康力 机关首长民意代表 以及各村村长各社团 协会干部 就连嫌少公开露面的 前嫌疑员杨德金 陈泰州等地方士绅大佬 也都出席叙叙旧 现场气氛热络 由于这次相待会 历届地方座谈会以来 第一次侦办岁末胃压参序 因此在主席廖一军的号召下 不仅地方各界踊跃参加 也赞助丰富的摩采品 提供现场摩采 让平日忙碌的机关社团干部人员 也能轻松同乐 5-8-0-1 大家好 好 再过几天 就是过年了 张健在这里向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荣言行大运 谢谢 一直在帮我们乡乡乡 可以一点点进步 当然谢谢 这几年来 五年两个月了 我们谢谢所有代表 对公所支持 谢谢我们各位乡亲 对公所的指导 谢谢各位 谢谢 首办伟牙餐序摩采活动 获得各界热烈响应支持 主席廖一军除了感谢 也率领乡代表同仁 对于新的一年 有新的展望 现在我想 我们地方要进步 还是要靠我们大家来努力 那在未来 一起也会不分族群 不分选区的来继续为各位乡亲 努力的博物 为我们地方上的建设 努力的打拼 也会跟随着我们张议长 还有与我们的乡长 我们总干事 在场所有的长官 一起来守护 我们的公共 我们的未来 孙末年中 上代会也借着首度办理的这一场 尾牙餐序摩采活动 邀请大家齐聚一堂彼此关怀 交流情谊 而现场50多个摩采大奖 供大家来抽 气氛热烈 记得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